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三章,就是密码学及其应用 那么今天这一节呢,是本书内容当中最具特色的一节 也是所有以后初中内容的一个基础 那么大家如果把这一节搞清楚,其实就真的明白了 我们密码学到底在我们电子商务当中是怎么样应用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那么你就会理解什么是数字信封 什么是数字证书,以及它们是基于怎样的原理构造的 好吧,那么这一节呢,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长 那么因为我们把事讲清楚嘛 所以希望大家耐着性子,能把这一节看完 好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 开始我们的密码学及其应用的旅程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大家想象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要在internet上,或者网络上传输一份文件 那么假设呢,这边呢,我们是发送者 这边呢,是接收者 那么中间呢,我们说假设这个网络并不是很安全 也就是说,会有黑客在中间,来试图截获我们的文件 那假设是这样,那么我认得一个人啊,我们认得一个黄商 对吧,大家知道黄商是谁吧 黄商是九阴真经的作者 那假设我要揪他,把这个九阴真经传给我 但是呢,这个武功很高级嘛,是个武功密集 很多人都想拿到,那么就有人在中间想拿到这个九阴真经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一个开放的网络 把一份文件安全保密完整的传送过来 问题的设定是这样的 好吧,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旅程 那么我们想,在开始我们旅程之前 我们在上一章讲过密码学,对吧 我们大概知道密码学的三个时期,以及基本的密码算法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按照它的密钥的种类来对算法进行分类的 我们说,按照密钥的种类,我们可以把算法分成几类呢 我们说两大类,对吧 一个是对称算法,一个是非对称算法 那么他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说,对称算法,加密和解密是使用同一个密钥来进行的 或者这个密钥可能不同 但是从这个可以直接推出来这个 那么非对称算法就是使用两个密钥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对称密钥,什么叫密钥? 就是说我不明白 它是钥匙吗?它其实不是钥匙,对吧 那么密钥是个什么呢? 在计算机当中,我们使用的算法的密钥,其实就是一串随机数 只不过不同的要求,你的随机数的长度都一样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算法的安全性对于对称密钥来讲 它的算法的安全性主要就在于我的随机性 如果你的密钥才能很有兴致 比如说我好多人试密码 很简单,就123456 那就没有随机性了 我一试就能试出来 那么这里头我们提一个词 叫做暴力攻击 那么什么叫暴力攻击? 暴力攻击很简单 打个比方 就是说很野蛮 我脑子比较笨 我也不会去做 我就知道你是六位数的密码 那么都是数字 那么好了 我就挨个算 从00000至到99999 总能扫出来 对吧 所以说这就叫暴力攻击 那么我们说 什么时候我们有好的随机数发生器呢? 有的时候没问题 我学过 对吧 我学过语言 我学过C语言 我学过B 那么我可以直接用一个数 直接用random就能产生一个随机数 那么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我们说 那么任何一个语言 它所自然产生的 用它的随机数 寒数产生的寒数 它其实都不是随机的 我们称之为 伪随机数 那么真正的随机数是什么? 就是完全随机的事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 接受宇宙射线的仪器 叫盖石技术器 那么它会接受不同的宇宙射线 打到我们的仪器上的粒子 那么这就是一个随机数 那在比如说我们在矿灯下 用的熔岩灯 就是煤气灯 或者焰火灯这种 那么它这个燃烧产生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随机数 再有这是不好的电子元器件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调台的时候 电池台的声音一调调的不好 嘶啦嘶啦嘶啦 产生这种声 那么这种声音 这种数字 它是一个真正的随机数 那么但是我们在电脑当中 我们在计算机当中 我们很难产生好的随机数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 有很多的不同方法来告诉你 怎么样能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好吧 那么那么对称名药 非对称名药到底是什么概念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我们以后在课程当中 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叫做什么 术语啊 什么叫术语啊 我们说 这个术语就是说 当你进入一门学科 或者是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呢 有一些专有的名词 因为人们为了交流方便呢 会会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事 用一个专有名词来代替 那么你你说这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呢 相同领域的人就会理解 就会方便大家沟通 省得说不清楚 所以说呢 在这里 我们要注意几个术语啊 那么这个术语 第一个就是说 对称名药 就是对称名药 我们不要称这为什么 随什么秘秘名药 不是这个 对称名药 就是对称名药 那么对于非对称加密算法来说 我们分成两个啊 一个是公药 一个是私药 那么就是这个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英文上来讲 就叫做private key 或者是public key 大家知道就可以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坚持使用这些术语 好吧 那么我们想到这个对称加密算法呢 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对吧 哎我上前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叫斯巴达的天书 哎这就是斯巴达的天书 其实就是一个不 一个特定样子的一个木棒 把一个字呢 顺序写到这个纸上 然后缠在一起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文字 那么它呢 是以明文作为输入 对吧 然后用对称对称的密钥进行计算 最后输出一个密文啊 那么它的特点是 加密和解密使用相同的密钥啊 那么他们的加密和解密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不知道啊 那么在这里头呢 有一个叫DES算法啊 那么DES算法呢 它其实是一个通诚啊 它其实后来是 IBM的一个算法来获得了这个称号 那么它本身这个算法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Date Encryption Standard 就它的缩写来说 哎就是DES啊 那么它就是一个数据加密标准的一个算法 所以说我们经常见到 DESDES 只要说对称加密 我们总是说到DES 那么大家知道DES是个什么呢 叫做数据加密标准算法就可以了 这就是数据对称加密算法 那么对称加密算法又分了很多种啊 我们说这里 刚才我们说过啊 有分组和序列 对吧 有分组密码 有这些DES三重DES S2等等 那么序列密码是S4啊 那么分组和序列是不一样的 分组呢 是把一个长文件分成不同的块 每一块采用同样的算法去加密 然后再把它块组合在一起 就叫分组加密 那么另外有个序列 就是你有文章有多长 我就顺序来加 我的密标就有多长 我就给你顺序来加 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 DES大家知道了啊 所以稍微说一下啊 就是在IBM 在70年代晚期开发的 那么在开发期间呢 其实NASA也有参与啊 NSA也有参与 那么它是一只个分组密码 它的分组的长度呢 是64位分组 那么分组之后 它又会进行不同的块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它的密钥长度固定 就是56位 所以大家知道 第一本的DES 它的密钥就是56位 那么密钥56位 其实对于强力 就是我们说暴力破解 暴力攻击 已经显得强度不够了 以后我们看看 为什么会不够 那么三重DES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DES现在56位太少了 这个密钥长度太少了 加密强度不够啊 怎么办啊 简单 我就加三次 对吧 那么我组合三种不同的DES 来加密 或者采用不同的密码 通过三种 来加密三次 那么这样是个人为的 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密钥的这个 加密这个强度 就叫三重DES 那么这是三重DES 那么RCA2是一种分组密码 它是由这个Round Revist 这个大家会知道啊 其实叫Nodden Revist 它是RSA当中的R 就是这个人 它很厉害 是密码界的大牛大牛 最牛的人了 它发了 它发明的叫做这个RCA算法 还有叫做Ravist Cypher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Ravist 我的算法 因为它其实开发了好几个 RCA2 RCA4 它开发了很多 它本来开发出来 是想替换DES 它比DES要快了好几倍 但是后来呢 由于DES用的比较多了 而且好多机器都内置了DES算法 因为有好多硬件 所以说呢 它其实并没有被很广 但是应用 DES依然存在的很广 是这个样子 那么RC5 是另外一套 它也是那个Ravist开发的 它有64位 或者是128位的分组 并且好处是 支持可变长度的密钥 密钥的长度 最多可达2048位 所以说我们知道 DES只有50多位 不管你三重也好 它其实还是56位 那么我们知道 密码算法当中 大家知道有个概念 一般来讲 我们说 密钥越长 它的加密的处理能力就越强 强度就越高 就是越难被破译 但是呢 反过来讲 你的密钥越长 你总耗用的资源就越大 同样加密这个小文件 对吧 你要是56位 可能一分钟加密完了 那么你2048位 可能需要一小时 甚至更长 这就是说 所以说呢 我们要在密钥的长度 和我们的这个效率之间 找一个平衡点 至于多长 合适 那就看你的具体要求 这是RC 那么RC6也是一样 它是最后进入一个加密算法当中的下一代标准当中的一个算法 那么下一代方法我们也经常会听到 对吧 我们除了DES 我们还经常听到算是AES 那么什么叫AES 其实也是高级加密标准 这个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我们知道这就是AES 那么RC6也是之一分组密码的 是支持128位 密钥长度的 所以说这是RC6 那么我们先来算一下 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我们看一眼 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个 他们之间的对比 这是对称加密算法 左就是DES 56位 那么这是土耳曲线 这是RSA 我们看 对于56位的加密算法 我们大概知道 对吧 那么 我们看 我们要想解密这个加密算法 采用暴力攻击方法 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好吧 我们这么算 大家看 这是我的电脑 我的这个笔记本 那么我的这个内存处理器是2.6G 那么呢 我的是4核 那么打个比方算呢 就是算成25 这样好算一点啊 2.5乘以4 就是10个G 那么10个G相当于我的处理能力 是10的十字方 大家知道 就是10的十字方 关在这了啊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2的56位的加密密钥 它破解出来 我应该试几次 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 其实也不复杂啊 那么这不怎么算呢 我们想最好的方式 对吧 56位 我全是0 56个0 看他一扔进去 哇 中奖了 一次就中了 啊 就是56次 对吧 那么那这一个 我再进行组合 对不对 哎 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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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到最后 我试了2的N次方 减一次 就是差最后一次 对吧 哎 比如说 我11111 55个1 差最后一个1 比如说密钥是56个1 那么这时候 哎 我肯定就不用再试了吧 因为最后一位 我不是我也知道 他是 他就是密钥了 对吧 所以说 最好的情况 是一次 一次就成功啊 最差的情况 是2的N次方 减一次 对吧 那么我们如果算下来 就按照我们高斯 对吧 高斯那个算法 对不对 比如说1加到100 1加到100是多少呢 哎 大家都得挨个算 对吧 高斯不用一分钟 算完了出去了 对吧 为什么说呢 哎 1加成100等于101 一共50个 一共是5050 对吧 我们同样这么算 哎 他的中值就是2的N次方减1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看 我要求他的平均数 就是我们要求的 并不是每一次 而是求这个 整个 这个测试的一个 期望值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SN 就是这么算的 对吧 求他的平均数 N乘上A1 加上AN 再除以2 对吧 我们就这么算 这是求他的期望 那么算出来就是 2的N次方减一次 那么算出来之后 我们算出来就是 2的55次方 对吧 我们需要12点55次 就2的55次方次 那么算出来之后 我们算这个数啊 就是用我的机器来 用暴力穷取法术 假设说 我的CPU什么都不干 就干这一件事啊 那么看 他是这么这么多秒 算出来是41.7倍 那么这点 我们除一下算啊 这个表当中是 有一万台机器 我们除一下一万 正好是多少 哎 360米 360米 我们算一下啊 6636 大概是6分钟 所以说呢 我们这时候算 大概就是少于5分钟 5-6分钟的样子 就能破解56位的 加密算法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同理呢 我们看 哎 如果是128位的 对称加密算法 比如说我使用AES 或者RC5 RC4 那么RC5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算起来 他就需要这么 这么久 如果是96位的算法 我们就需要300万年啊 所以说呢 总的来说 具体年数不重要啊 300万年 200万年 或者是50万年 重要吗 不重要对吧 因为我们人活不了 那么长时间 而且你要想攻破 这个加密 你肯定是有目的的 对不对 你肯定要在一定时期 你干的这个事 一般我们人类 做商务活动 他的这个时间范围 我们知道啊 大概也就长了一年 十年 可以了吧 再长超过100年去吧 对吧 所以说我们大概知道 哎 100位以上 或者128位吧 这是个整数啊 一般我们愿意用 这个整数啊 8的 8的这个倍数来算 因为8 他是一个8位吧 8位他就 他就这个可以变成 一个16进数啊 他8位数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一个by是8位 那么这时候 我们来算的话呢 哎 就算128位 大家就知道 基本上128位的对称庙 在你有生之年 是破解不了的 所以说对称加密 是很强度很高的 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啊 基本上不太可能破解 除非你们密码先诱了 那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想啊 我们现在想 哎 哇 现在我知道了 我有对称加密算法了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呢 简单啊 我有一个文献 对吧 我用对称加密算法 128位密钥加密 然后发过来 好吧 那么就算是 哎 然后呢 我收到这个密钥 这个文件密文之后 我用同样的密钥 解密就可以了 很简单吧 对吧 哎 计算是黑客在中间啊 比如说这个黑客 他拿到了我的密文 哎 他也没有办法解密啊 他解不开啊 对不对 我这个问题 可以吧 哎 大家想想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我们在网上传输文件的问题 哎 我们想一下啊 哎 我们看看啊 我们的决定方法是这样的啊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事先好了 决定好了一个对称加密算法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正确的随机数 作为他的对称密钥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密钥 把我们的这个九阴真经 加密好了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密文 通过英特朗发给我 那么黑客 当然 我们假设我们事之间 所有的通信啊 都是可以被黑客截获的 就黑客一直在监视我们 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 或者是他们三边倒 哎 反正不睡觉 天天盯着我们之间的那个传输 哎 那么他截获了密门 但是他没有密钥啊 也不开啊 哎 到了密门送到我这里的时候呢 我用哎 同样的对称密钥 把这密门解除 变成最精 精英精精 我就可以修炼神功了 可不可以 同学们想一下 这个 这个方案 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好 大家想怎么样了 所以说 但是这个我们有一个问题啊 大家想一想 我们要想把这个文件正常传输 对吧 我们不能让黑客得到这个密钥 对吧 那么 但是我也得拿到这个密钥啊 那么怎么拿到呢 哎 有他说了 没问题啊 我们俩约 我们约一下吧 我们约到故宫 对吧 月圆之夜 紫金之巅 我们就在故宫的房顶上 见面 然后把密钥给我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怎么想一个事啊 如果我们都见面了 你直接把 把金金给我就可以了 我们还传这么复杂干什么 所以说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对不对 哎 我这个密钥 我没有办法在网上传输 对吧 哎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 就对称加密的密钥呢 他一般来讲啊 就是说 你用过一次 就该被丢了 因为你要如果 总是用相同的密钥去加密 就很容易被人破解 啊 这个问题我们说 哎 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 对吧 我们的那个 那个 迷密 就是 二战时期的最有名的天叠战 就是这样是被破译的啊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我加入了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邦派 假如我加入了独龙邦 哎 没问题 那么我们成员之间互相通信 都要交换这些秘密信息 对不对 那么这个密钥 是不是该不一样啊 所在如果一样的话 那么我传给他 他传给他 我传给他 他就知道 对不对 哎 所以就不行 对吧 所以说 每个人都需要和其他人建立一个密钥的关系 那么这个密钥关系数目是多少 大家知道 猜一下 或者我们算一下 其实 想一想 很简单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N个人 对吧 我们之间互相要交换 应该需要多少 多少个密钥呢 其实CN2 对不对 其实就是N乘着N减1 对吧 那么N乘着N减1 其实约等于就是N的平方 那么这些就很累 那么还有一个份更复杂 就是说 哎呦 我有这个密钥 对不对 假如我这个密钥都是密文传输 我保存下来之后 我是不是还要留着 当时用来加密这个解密这个密钥的这个密钥 来知道哪一个密钥 其实是解密哪一个文件的呢 我有一百个文件 我得知道哪个门 哪个密钥来解密哪个文件呀 否则的话我互相解释解不开的呀 那么我就还需要一个密钥管理系统 来管理我这些密钥 很复杂的事对不对 所以说 哎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个事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啊 对称密钥还是有优点的 什么优点呢 第一 对称加密 就是一个密钥用来加密 也可以用来解密 第二呢 它的速度很快啊 它虽然很复杂 但它速度相对很快啊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通过计算发现啊 它的加密是安全的 基本上来说 宇宙终结 你要是没有密钥也解不开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密文 它是紧凑的 什么叫紧凑的 它的密文大小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知道DS 它是六四位分块 然后五十六位密钥 不管你怎么捣上 做这个计算 它最后的结果 六四位这个块 还是六四位这么大 它是不变的 所以说密文是紧凑的 大家回想 这就是我们对称加密的优点 好吧 缺点 简单说了 它没有办法 抵抗中途拦截气听 就是说我的密钥传输 是没法传出的 除非我在走之前 双方先拿好了密钥再走 这是一种方法 对吧 那么否则它是没有办法 对抗中途拦截气听的 而且它的密钥个数 是以使用者的平方的速度来征的 就它是个指数增长的 第三个 它需要复杂的密钥管理 刚才我说了 我要知道哪些密钥 用来加密 解密哪些文件 这是要需要一个复杂的密钥管理系统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也是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它这个东西 因为双方使用同样的这个对称 这个密钥 所以它没有办法提供数字签名和不可否认性 对吧 我们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电子插工的安全要求当中 对不对 有保密性 对不对 完整性 不可否认性 对吧 那么所以说不可否认性和保密性 在这个对称密钥加密算法当中 它只能保证对称性 保证不了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 对吧 所以它是有期约点 也有期缺点的 好了 那么碰到了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好解决 但是呢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出现了两个人物 就是这个两个人物 Diff和Hellman 这就是Diff 那么这个人很厉害 他俩发明了 或者发现了 就非对称加密算法 那么什么叫非对称加密算法 那么简单 简单的说就是 我加密用了一个密钥 我解密用了一个密钥 那么我其实用两个不同的密钥 来进行这个加密解密的处理 而且这两个密钥 是没有办法互相推导出来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私钥 来导出公钥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通过公钥 来导出私钥 所以说呢 Diff和Hellman 他们就出了一个DH DH的这个密钥交换协议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大概说一下 但是呢 对于公钥密码学来说 或者非对称密码加密算法来说 最成功的是RSA算法 来就是这三个同学啊 他们是MIT的人啊 分别叫做Ronald Revers 刚才我们说的R啊 还有Idy Sherman 他是这个A啊 然后不他是S啊 然后Lunard Ehrman 他就是那个A RSA 他们三个人合作发明了非对称算法 而且非对称算法相关专利呢 很早很早啊 2000年9月到期了 那个算法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啊 这个地方大家同学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我们说 发明专利有很多种 有实用新型 对吧 有创新发明 哎 算法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加密 一个发明专利啊 所以说你如果发现一个新的算法 你是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的 如果别人使用了你的算法 是在给你付钱的 那这个大家知道啊 但所以说呢 他的专利已经过期了 所以说2000年之后 电子商务开始兴起的时候 RSA算法是可以随便使的 所以说基本上 他就成为一个什么 必备 选项了 就说我只要用到非对称加密算法 RSA就是必备的一个选项了 所以说他的应用 应用十分的广泛 然后呢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这个公私药啊 首先 哎 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名文 用公药加密 生成秘本 那么只能用对正对应的私药 才能解密 那么同样一个名文 我用私药加密 那么只有用对应的公药 我才能解密 那么用公药加密 用公药解密 是个失败的 同样私药加密 私药解密 所以说呢 对于非对称算法来讲 他是一对密药 一个公药 一个私药 其实这个公药和私药呢 他只是我们为了方便 或者为了表明这个性质 说的 其实这两个密药没有区别 就看你怎么用了 如果我要把自己这个 不想给别人看的留下来 那么这个就叫私药 反之另外 另外一个就叫私药 所以说这两个 他是成对产生了两个数 两个数你随便选一个 作为私药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概念 大家要记得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公 由于他是这个非对称相法 同时产生了两个 一对密药 就一个两个密药 所以说我们就选上啊 我们希望把一个 一个密药发给谁 谁都可以知道啊 知道人家多也好 那么这叫公药 另外一个呢 我这个私药 只有我自己留着 谁也不能给啊 就像我们的 那个 这个银行账号的密码是一样 打死也不能说 因为知道他就相当于 你就失去了你的所有的秘密 所以说 这就是两个密药 而这两个密药是密切相关的 不管使用什么算法 他其实都会同时生成这两个密药 这就是我们的公药和私药 然后呢 那么现在想一想 哎 我们回到最早的问题啊 我们怎么样通过网络 一个不安全的网络 我们把九阴真经 传给我 对吧 哎 可以了 现在没问题啊 对吧 怎么了 我们有非对人家密算法了 对吧 哎 就是说 我是先生成好的我的公药和私药 对不对 我 然后呢 哎 保护好我的私药 把公药 哎 发给谁了呢 哎 发到一个目录上也好 或者直接发个邮件给皇商也好 哎 皇商就可以拿到了 哎 这时候黑客可以 你拿到吧 你截后我的攻击 没有问题 你截后我的邮件 你截后这个目录 你找到了我的公药 有什么用啊 对吧 哎 那么这时候皇商就可以干什么呢 哎 他用我的公药来加密九阴真经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密文发给我 那么 什么概念 哎 黑客是不是可以截获这个密文 没有问题 可以截获 他也是有公药的 对吧 哎 有问题 没问题 他也是有公药的 但是怎么办 这个 用公药加密的密文 只有私药才能解开 这个私药 只有 我有 别人拿不到 我也不会给别人 我也不需要在网上传 我直接留着就可以 所以 可不可以呢 可以 那么我们看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处理方法啊 解决方案 对不对 哎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哎 解决方案是 我的文件 我用接收者的公药 一定啊 这地方记者啊 用哪个密药来加密 一定是 接收者的公药 来加密 然后 发过来 那么黑客得到他 没有办法解开 我得到这个密文之后 接收者可以使用他的私药 来解密这个文件 而这个私药 只有 接收者有 明白吧 只有接收者有 所以 别人 解不开 说白了 不管别人发给我什么东西 用我的公药加密 不管你 结获不结获 只有我能解开 你能收到 没有问题 但是你解不开 好吧 哎 大家再想一想 到现在为止 我们能不能解决 我们最开始提出来这个问题 就是在网络上 把一个文件安全的传输过来 大家考虑一下 好 那么我们看看啊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看那个 非对陈米党的优点 还有什么呢 第一 不需要密钥管理 是吧 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公药 我也有一个私药 我把公药给大家 哎 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 对于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算法 他的密钥个数和人数是一样的 我有十个人 我就有十个公药 对吧 十个 十对啊 十对密钥 就可以了 而且 在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在加密之前 不需要和你建立关系 我会事先 把我的 比如打批 我会事先把我的公药 放到我的主页上 哎 你想给我发信 或者是比较秘密的信 你不用管别的 你先到我主页上来 把我的公药拿去 然后用我的公药加密 发给我就可以了 不需要事先跟我联系 我收到你的加密密文 我只要用私药解开就可以了 啊 所以说 他 由于其非必顺的提醒 就是说 我这两个密钥是不一样的 对吧 私药只有我有 那么 只要是一个东西 只有一个人有 他就可以作为什么 签名 或者是作为这个身份的认证 对吧 我的指纹只有我有 没有别人和我一样 所以说指纹可以确定我这个人 对吧 瞳孔可以确定我这个人 我签字和别人比很难魔法 所以说签字也可以 作为我的承认的证据 所以说 由于私药这种特性 他就决定 他可以作为数字签名 和不可否认识的基础 哎 哎呦 所以说了 哇 这非必顺的密码是太好了 哎呀 这么好 是不是没有确定 不是有 确定 很慢 慢到多少 哎 十倍到一百倍之说 打个比方 我如果要加密一个文件 用DS可能需要一分钟 那么用RSA可能需要一百分钟 这么接受得了 啊 我要传个九阴真经 一本书 怎么也得个实照啊 那实照加起来 比如说打个比方 哎正常来说 DS 打个比方 哎需要十分钟 我这时候需要什么 一千分钟 哇 累不累 很累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很麻烦 他的密文长度 要大于最初的明文长度 什么概念 哎 比如说我的最大是 最开始的那个明文是十兆 我尽管RSA加密 我变成一百兆 哎呀 可能说一百兆没有关系 对吧 但是在以前是很有关系 现在我们有了4G 我们互联网现在速度很快 对吧 我们下载一个G的文件 哎 也不需要太多 但是在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是按照K字节 或者是我们当时最早 我们英特网站速度是56K啊 56K的猫子 一秒钟是56K 大家想想 你要加个一百兆的文件 需要多长时间 而且当时网络是很不稳定 所以说 不 非对神秘法学也是有去缺点 那么 我们怎么做呢 所以说 我们知道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非对神秘法学 总结一下就是 哎 两一对迷药 一个加密 另一个解密 对吧 哎 也相对安全 非对神秘法学一样安全 只不过 它的强度是根据它 密药长度来规定的 它的密药要更长 那么对于它来讲 非对神秘法学 事先不需要 建立联系 不需要有复杂的密药分发 也不需要什么 管理 而且它的这个支持 数字圈平和不可否认性 但是 比较慢 密药 密文是会变长的 不是紧透的 大家想想 我们能不能解决 我们刚才做的事是呢 哎 这是一个 这个什么啊 这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 这个 总结一下啊 那么这就是 我们说DES算法 三重DES算法 和AEN算法 那么 它们有很多 那么 这是对称加密算法啊 这是非对称RSA Diffel-Hellman AGMO 还有统员曲线 那么其实 虽然RSA是用的很多的 但是很多情况下 在一些专业领域 或者需要快速情况下 其实ECC会用的更多 但是RSA是个标准啊 我们很多数字证书 其实基于RSA算法 虽然它不快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人经常来说应用是够的 但是如果你要大规模的进行强度高强度的 其实ECC会用的更多啊 那么RSA算法 我不是也不细说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 它是基于 大 大质数 这个质因子分解的困难形成 我给你一个数对吧 比如说我给你两个数 两个质数对不对 哎 两个质数 17 乘上一个23 你可以知道这个数 乘法算很正常 但是我如果把这个数给你 它的乘级给你 你把它分解出来两个质数的质因子 很困难 特别是这个数很大的情况下 计算量会很大 那么它是基于这个质因子分解的困难性 Diff-Helman是基于离散对数 求解的困难性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 那么所以我们一想一想 哎 我们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应该是安全 速度要快 密门要紧凑 我们不需要密钥管理 我们不需要事先接力联系 而且我们又能抗密钥协听 密钥签听窃听的攻击 我们还要支持数字签名 和不可否认性 挺复杂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 这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想一想啊 刚才我们想的理想解决方案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它呢 哎 有同学可能会想到 突然好像发现 对称加密算法的缺点 正好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学的优点 而反过来呢 哎 非对称算法学的优点 正好对应对称加密是一个缺点 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好可以结合着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互相弥补他们的缺点 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嗯 好像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啊 那么我们怎么操作呢 我们首先呢 产生一对 一个随机的对称密钥 那么这个对称密钥呢 用它来加密我们的明文 我们知道这个对称密钥呢 它128位 比如说啊 它加密速度很快 而且密文是紧凑的 而且安全强度很高 那么有了这个对称密钥加密出来 在明文变成密文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我们不是直接发这个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用这个接收者的公钥 来加密这个对称密钥 对称密钥很小啊 只有128位 虽然我的非对称加密速度还比较慢 而且密文会变得不紧凑 不会变大 但是由于它本身就有128位 很小 所以说速度不会变得太大 而且密文也不会变得太大 所以呢 它就可以相对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眼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 它这个 它这个密文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密文 哎 这个明文 我们称过这个随机对称密钥 加密生长的一个密文 然后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接收者的公钥 来加密这个随机的对称密钥 形成了一个什么 哎 密钥打包 那么我们就称之为什么 数字信封 哎 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 也不太明白 好像我老听 哎 数字信封 数字信封 数字签名 数字信封 什么是数字信封 哎 讲到这 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数字信封很简单 它就是用公钥加密的对称密钥 或者确实的说就是用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的对称密钥 就叫做数字信封 好 我通过网络把这一堆把密文和数字信封发过来 哎 黑客能拿到数字信封 也能拿到密文 但是呢 它解不开啊 这个数字信封只有接收者的私钥才能解开 而这个私钥我是从来没有传出去过 一直在我手里放着的 那么黑客是拿不到的 所以说 它拿到了这个密文和信封 没有办法解开 所以说没有用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接收者 我拿到了我这个数字信封之后 我就可以用我的私钥来解开 得到这个对称密钥 然后呢 我可以用对称密钥 解到这个密文 解开密文 生成密文 哎 就此 我们就拿到了 我的这个密文 大家想想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呢 嗯 我们能不能达到要求啊 我们来看一眼啊 我们说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啊 我们生成一个对称密钥来加密这个密文 然后用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这个对称密钥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发过去 因为黑客没有办法拿到我的私钥 所以他解不开数字信封 解不开数字信封 就拿不到这个对称密钥 拿不到对称密钥 解不开这个密文 就得不到这个明文 就达不到 偷不到我的九云真经 哎 有没有问题呢 哎呦 我们想想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啊 这个黑客啊 他比较坏啊 他不但要达到我的九云真经 他如果拿不到 他也要祸害我 就像白开心一样 对吧 十大恶人白开心 损人不立即 白开心 哎 他虽然不能立即 但是还有损人 怎么办呢 哎 他用我的公钥 来加密了这个什么 葵花宝典 就像相当于 他结合了这个 加密的密文之后 他并不去解他啊 他也不解了 我知道解不开 我也不解了 但是呢 我把它换了 我可以换呢 对吧 中途拦截 我可以重放了 我把它换成 葵花宝典 加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用我的公钥 来加密的 然后他把它发给我了 对吧 那么发给我之后 我一看 哎 我收到了这个 这个皇上发过来的邮件 那我用我的私钥 解开这个数字信封 对吧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我的公钥 谁都可以拿到 对不对 哎 我解开了之后 我就得到了这个 哎 这个对称密钥 然后用对称密钥 解开这个 加密的这个葵花宝典 我以为它是 九阴真经 我就开始修炼了 对吧 欲炼神功 对吧 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呢 问题就是 我没有办法 来确认 对方发给我的文件 没有经过改变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保证 它的完整性 对吧 我们电子商务的 几个主要的安全要求 就是保密性 完整性 不可否认性 对吧 那么我现在能 我通过对称加密 可以保证的是 我的什么 哎 我的什么 保密性 非对称加密 也能保证保密 但是我的完整性 没有办法保证 怎么处理呢 这时候 三大件上场了 对吧 我们说以前结婚 有三大件 对不对 电视机 自行车 还有 哎 手表 那么现在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说密码 学三大件 对吧 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 还有哈希函数 那么对于哈希函数来讲 它又叫哈希函数 单向函数 摘要算法 那个杂透算法 等等 它有很多名字 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其实很简单 它就说 把一大堆的东西 哎 我生成一个摘要 生成一个很短的 哎 六四列或者一百二十八位的一个摘要 啊 那么这个哈希函数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啊 就是说如果你修改了最初的函数啊 哪怕只修改了一位 那么输出也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你没有办法通过摘要来得到反推到名文啊 这是不可以的 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来用一段特定的这个名文来生成 我已经拿到手的一个特定的摘要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产生碰撞 啊 能再说 有这几点啊 第一个 就是说正向快速啊 我拿到了一个名粉 我要生成摘要 很快 很简单啊 逆向困难 没有办法通过摘要得到名文啊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 它是不可逆的啊 然后输入是敏感的 就是我的输入信息 哪怕修改了一点点 但是我的哈希值 我的摘要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啊 然后冲突避免 就是不能产生碰撞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来故意生成一个名文 生成我所达到 我想希望得到的一个摘要 这是不可计算的 就是我不能产生碰撞啊 那么有时候说 哎呀 这个128位是不是小点啊 那有没有产生问题啊 那么我们看啊 128位是多大啊 那么我们上 以前刚才讲过 对吧 56位的密钥 它的解空间是多大 那么128位的解空间是3.4 乘以38次方 这么大的数 其实要想产生 要想要想攻破 其实是已经很难了 那我们说是这样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自己算下就知道 对不对 那么MD5产生的是128位的摘要 对吧 我们用Path写在下程序 很简单 只要三行语句就可以了 首先 Import哈系列 我们引入这个哈希 哈希这个算法的包 然后呢 我们定义 随便定义一段文字啊 比如datehello.word 那我们hello.word 然后计算就是hashlab.md5 然后date.encode encoding.utf8 那么这地方我们知道啊 我们使用MD5的时候呢 在计算之前 要对它进行编码 那么这里我们用utf8 对它进行编码 那么编码之后 我们看 哎 这里的输出 这是什么输出啊 对不对啊 我们说其实对了 这个地方的输出 它就是一个128位的二进制值 但是二进制值你没有办法直接看 那有些人说不会啊 我看过MD5 这不是这样的呀 是 不是这样的 那么是什么样子呢 是这样的啊 我们通过看到的MD5的值 是这个样子的 它其实是把它变成了一个16进制数 那么16进制数 我们知道就是四位二进制数 能变成一个16进制数 所以说呢 这样子就变成32位的什么 32位的一个16进制数 那么同理呢 我们这时候看看 我们把这个原文改变一下啊 从碳号改变成了一个句号 那么我们现在同样产生的哈基值 我们看一眼啊 这哈基值是这样 我们看 这个摘要值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只有四和C保持不变 剩下的都变 就是32位的摘要 摘要16位进制数 里头只有两位保持不变 剩下都变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输入敏感 只要你输入发生一点点变化 我的输出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个输入敏感 那么什么时候碰撞的 比如说我想生成这样的摘要啊 那么比如说打个比较 我构造了一个数 自幅串叫做狗带 变成这个数 基本上不可能 你不能随便造一个数 或者你很难造一个数 生成这样的摘要 你像不出来 或者算起来难度很大 需要后费很大的资源 这就是哈基算法 那么这时候我们想想 有了哈基算法 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个问题呢 那么哈基算法是保证 我的信息的什么 完整性的 怎么做的呢 这时候我们想啊 我们把九云真经 先生成一个摘要 就是MD5也好 SHA也好 等等都可以 我用任何一个哈基算法 产生一个摘要 然后呢 怎么做 怎么做 我要加密这个摘要 没问题 加密 用什么加密 怎么加密 大家想想 到底用什么来加密 对了 我们这时候想的就是用黄商的什么 黄商的私钥来加密 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啊 因为我这里没有写啊 他用自己的私钥来加密 为什么用私钥加密 因为这个私钥只有黄商有 对吧 然后他把加密的摘要和九云真经发给我了 那么我收到之后 哎 我能找到黄商的公钥 对吧 我们说黄商的公钥都放在那个目录上 或者他发邮件给我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吧 我可以随便拿到他的公钥 对吧 哎 那么这时候呢 我拿到了他的公钥 解密这个摘要 然后呢 我对九云 解密 好 我对收到的九云真经 同样 用相处的散发产生一个摘要 然后把两个摘要进行比较 对吧 那么这时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如果两个摘要完全一样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文件没有被改变 为什么 如果一改变 对吧 哎 他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且他是黄商发给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用黄商的公钥来解密的 这个私钥只有黄商有 别人是没有的 所以说 只要我是用黄商的公钥解密 那就一定是黄商发给我的 不可能是别人 对吧 这就是数字签名 所以说 什么叫数字签名 就是很简单 数字签名 大家以后就知道了 别人在问你 什么叫数字签名 哎 你就可以回答说 很简单的 就是用私钥加密的摘要 就叫数字签名 什么叫数字信封啊 很简单 就是用公钥加密的对称密钥 就叫数字信封 私钥加密的摘要 就叫数字签名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概念就已经很清楚了 对吧 那么我们整个这套程序怎么做 哎 我们看啊 先用文件 哎 用摘要算法 生成一个摘要 然后呢 我用发送的私钥来加密这个摘要 然后把它发过来 发过来之后呢 哎 这个摘要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同样用这个文件来进行摘要 哎 相同的算法 一定要相同的算法 生成一个摘要 然后呢 我用发送的公钥来解密这个摘要 然后得到一个摘要 两个摘要如果是匹配 没有问题 啊 是他发过来的 而且没有改变 哎 这就是数字签名的 签写和验证的过程 当然这里头我们说 我这里的文件啊 其实写的是名文啊 其实它不是名文啊 它是刚才用我们刚才的 以前的那个方案来做的 对吧 对称密钥加密文件 然后呢 用公钥加密这个对称密钥 最后得到了这个文件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好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 现在我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我的要求的呢 我能不能通过网络安全的传输的呢 其实 我们想想说 我们说 因为我没有这么复杂呀 我就在网上传个文件 有这么复杂吗 我们说有这么复杂 它真的有这么复杂 而且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想 为什么 怎么没有解决 我就都完美解决了 既可以保证它的保密性 也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 还可以有数字签名 保证是它的 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黑客一早进入他的目录 用他自己的公钥换掉了黄商的公钥 因为他这个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是这样假设的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公民目录上 黑客是可以黑掉它 对吧 那么如果黄商发邮件给我 黑客是可以中途截货邮件 并且转发邮件的 那么所以说不管哪种方式 他是可以通 黑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来换掉他的 用他自己的公钥来换掉黄商的公钥 那么这样是 就还会出现那个问题 对不对 我收到了一个文件 以为是九元真经 其实是什么 困划保证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所以说一个技术 有了三大件 能从理论上 是可以完美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实际操作上 还是需要一点点的东西来支撑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PKI 什么叫PKI呢 PKI就是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简单说就是什么 公钥基础设施 那么他的最基本的理念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通过建立一个权威机构 他来发行证书 然后呢 用证书来保证 这个人和这个公钥的 意义对应关系 好吧 具体怎么讲 我们下回分解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来讲 PKI和数字证书